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师姐在不夜天大战的时候 为了保护献献 惨死只留下孤零零的精灵 其实江燕离之所以会赢得金子轩的喜爱 原因就是她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从未丢弃自我 虽然开始金子轩并不喜欢她 可是她却没有为爱放弃尊严 选择被人不爱 那么自己就爱自己 最后终于收获到真爱了 金子轩跟江燕离从小就被双方的家长定下了婚姻 从小金子轩就积万千宠爱于一身 而且财貌俊朗武功也是非常高超 当江燕离第一眼看到金子轩之后就喜欢她 可是长大之后金子轩却对江燕离并没有任何意思 虽然江燕离一直都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 但是她也没有挑明这份感情 一直压抑在心中存着一份希望 当莲花雾打扰云梦 江氏被温氏杀害之后 金家提议让云梦 江氏跟金家联姻 让江燕离跟金子轩成亲 此时的金子轩已经喜欢上江燕离 可是江燕离却没有同意 直接回绝了对方回到云梦重建莲花雾 这样的江燕离真的是让人敬佩 她在爱情里从不是恋爱脑 在爱情面前从没有表现得十分的卑微 也没有因为爱情而丧失自我 这样的师姐江燕离 活成了当下独立女性最美的样子 而且江燕离的超正的婚恋观 也跟云梦江氏的家训密切相关 当金子轩跟魏无羡当众大打出手的时候 其中涉及到了云梦江氏跟金氏的婚姻大事 于是蓝家便激情到了金光扇跟江峰眠 一起商讨江氏跟金氏的联姻 而江峰眠了解了事情的原委之后 主动提出了解除这段两家家长定下来的婚约 虽然金光扇一直都在打圆场 说小孩子不懂事 可是江峰眠却觉得这是孩子们一生的事情 我们父母双方不能替他们定下一生的婚约 还是要听他们的意见才可以 所以说这段婚约还是要尽早取消的好 可以说江峰眠的开朗跟师姐的缘分是 强求不来简直是如同一者 如果当时江燕离并没有嫁给金子轩 而是嫁给了其他的人的话 那么他也一定会非常的幸福 不知道你们对师姐的恋爱观赞同吗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